我是设计师吉成 我从事自己的品牌已经十年了 不要把我拍剧 您给我刚上了 我把动物做进去 得进去 你拍剧 你再特别是 拍的是我的包子 我去拍的 如果十年的话 我们应该是参加十年了吧 应该 做到十年的设计师 说实在也不是特别多的 对我来说 我们每次做秀 就是一次对自己的考验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们已经都是准备好了 就等着大家来看秀了 因为他们说到凤凰 就是重生 所以整个系列里面 你们会看到有浅到红 然后到最后有黑色 我是很热爱生活的 因为我觉得我热爱我的设计 我喜欢中国的元素 所以我就是不断地挖掘 比如说去一些像什么贵州 还有赤水云南 很多这种山村 如果我们不把它变成一个桥梁 给大家介绍的话 可能你永远不知道 在那么遥远的一个小山村 有这么漂亮的东西 其实每个设计师的梦想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牌子 然后我觉得我是特别喜欢中国元素的 我觉得当时我在创业的时候 觉得市场上还没有太多 就是有中国元素的选择 生活在上海嘛 我们喜欢那种 就有一点中国元素 但是又是非常平时可以穿的 因为找不到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挺好看的 所以从米兰留学回来以后 我就创了自己的牌子 2011年的时候就发布时装周的时候 没有什么中国设计时代的东西 学艺术的人 其实最可惜的就是 才华没有人看见 那今天我是很幸运的 就是我们能做发布会 我们的设计能够被人所看见 那你其实说 认可还是有一个过程 但是你能看见 又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觉得时尚圈很浮夸 很肤浅 但是其实是真正你生活在这里 你会觉得一个团队的 其实很有浓厚的感情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我今天为大家做这些服务 我很开心 然后每个人都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神优优独播剧场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